欧洲的有机农场 它们居然不用除草机 看看它们是如何除草的 在播种蔬菜之前 先用火焰除草机进行高温除草 一辆拖拉机前端固定两个清洁可燃气体的储气罐 后面牵引的是火焰除草设备 这样的两辆车来回作业 轻轻松松干掉百亩地 这样的火焰除草设备有几个独特的数据 第一 喷出的火焰温度有上千度 可以直接灭掉土壤中的杂草草籽 虫卵真菌等等 第二 这个喷火燃烧器的设计非常特殊 能够向下产生正向的气压 确保整个火苗的高温部分精准地喷向土壤 同时不会受周围风向风速的影响 只要环境的风速 在12米每秒以下都能够正常作用 第三就是火焰除草设备的宽度 可以实现从1.5米到9.2米的作业 如果宽度超过了3.6米 就可以使用液压折叠的模式 折叠过后的除草机 可以轻轻松松在公路上行驶 可以完全实现跨地区作业 这样的火焰除草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可以在露天农场作业 也可以在室内农场作业 除草的农作物 不仅仅是用于播种前的菜地除草 也是用于初苗过后的除草 胡萝卜洋葱都能够实现 看看这样的火焰 喷到洋葱地里居然不会伤及洋葱 它们的有机土豆农场 也会这样除草 在土豆收获之前 先全面地通烧一遍 从而降低了下一季土壤的虫害 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 除草技是欧美国家发明的 如今在中国被广泛的应用 而欧美的高端有机农场 它们却不使用除草技 这是为什么 第二 欧洲人为了追求 有机灵农残的农业种植 人家的专家 能够研究出这样使用的工具 这才是真正的科技与狠活 大家反过来想想 咱们的专家在研究什么呢 第三 除草技确实是20世纪世界农业的 十大发明之一 用除草技来除草确实高效快速经济 也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数据显示 近十年来除草技的使用量 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 2020年全球除草技的销售额 约为274亿美元 在农药市场的占比达44.2% 咱们国家的除草技的使用面积 每年以3000万亩的速度递增 目前已经达到了6000万公顷 在这里我要表达一下 我的个人观点 我们不能够忽略除草技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价值 我也不反对全面地禁止除草技 但是我们要深思 如果除草技继续扩大并规模化地使用下去 除草技持续地渗透到土壤 50年100年过后 我们的子孙还能够吃到安全放心的农产品吗 所以我真心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土壤的保护 同时希望有更多的火焰除草 自然农法等相关的技术能够在中国广泛的应用 也真心地期待 那些坚持做有机农业的朋友们 能够打造好自己的商业模式 能够实现扭亏为盈 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觉得视频有价值 麻烦帮忙点赞转发 好了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新模式 感谢观看